看到我手里拿着这一颗了吗 这一颗呢是绣球啊 它是绣球的一个品种 它被誉为绣球界的小仙女 因为它开花非常的漂亮 首先说一下它 它非常的耐寒 能够耐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 所以在北方地区露天过冬是没有问题的 它可以盆栽也可以地栽 待到花盆里找一个大一点的 它就能够正常的生长 根系非常的强大 如果想要待到院子里 几乎不需要打理就能够生长 而且它非常的耐热 在夏季高温三四十度的时候 它照样能够正常的生长 整个植树不打念 它的花期是在夏季 我买的这一颗呢是一个大苗哈 它已经把顶部剪掉了 所以说今年夏天已经开花就不可能了 所以只能明天开花 这种情况下 我们买到应该怎么待种呢 无论是盆栽还是地带 我们待种之前先要给它修剪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哈 它的枝条有粗的有细的 所以说我们只保留这些粗的就行了 这些细枝长长以后 它长出来的芽子也是非常瘦的 它粗枝上长出芽来以后比较粗壮 到时候植类形比较好 开花也不会出现垂头的情况 如果细枝开花的话 直接花把整个花头压断了 就不好看了 把这些细枝若只剪掉了以后 整下粗枝长出来芽子状 到时候开花也会开得更加的漂亮 栽种的时候比较简单哈 直接在地上跑个坑 里边有羊分 加点羊分没有 直接放到里边去 然后把它直接盖死 浇透水 直接放到光绕充足的地方去养 这样就能够不出问题 我们盆栽也是如此哈 它是比较适合在家庭中盆栽和地栽的 开花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花期比较长 如果喜欢养绣球花 而且又养不好绣球的 可以选择一下这个品种 它叫做圆锥绣球香桃草莓